乌克兰一加一电视台直击遭到俄罗斯猛攻的乌东重阵阿富迪夫卡 乌俄两军最近几天一直在空中激战 乌克兰空军的苏凯25战机从空中掩护地面部队 还成功甩开后方惊咬的俄罗斯飞弹 敌人在空中掩护地面部队 他们甚至准备发动新一波攻击 俄军带着坦克兰装甲运冰车准备冲锋包围阿富迪夫卡 只是还是有不愿离开前线的居民 阿富迪夫卡从战前三万多人剩不到1500人 现在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巴赫姆特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接受美联社专访再度试警 随着进入冬季乌克兰的战况将会变得更复杂 CN指出乌克兰急需的武器还没有全部到位 而且美国明年要进行总统大选 共和党挡住新军援也会是乌克兰的挑战 不过泽伦斯基也说 尽管战事艰困不代表他们会放弃 他也强调乌克兰不会就此投降 TVBS新闻 最后报道